我们会想要做这个研究的是因为 台湾的小朋友很爱吃甜食 助牙的比例非常的严重 应居每一个人有三到四颗的助牙 高于很多的国家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 而且我们很想要为牙区保健 尽一份行李 同时也想要开发新型儿童中样的牙刷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研究 首先我们想要找出牙区脉最后组合 让我们可以来评估牙刷清解牙区脉的效果 本来我们以为研究到这边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发现 清除牙区脉效果比较好的牙刷 会有一些特定的特性 所以我们也请教了一些老师以及牙医师 开始动作改造牙刷 创造了儿童专用的牙刷 我们自己用药箱店买到的牙区脉指示器来测测 前时前后还有刷牙前后的牙区脉 然后我们用科学软件来量化牙区脉 这样的结果交据有科学证据 那在呈现上我们以牙区脉面积和牙齿体面积相处来呈现 然后分析吃点时前后刷牙前后 牙区脉比例的变化 并停离掉 我们也发现具有刷毛软 刷头小以及波浪状的牙刷 结合效果就好 我们更意外的发现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告诉我们 对于牙区脉很清楚 刷毛软是最重要的 接着才是和牙齿的接触面积 还有波浪成状 这结果更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将来想要发展 跟从这件牙刷 设计的考量是要有先后试讯的 这次的科长认文 吸收到非常多的经验 除了了解相关的医学知识 还可以取到科学和教的精神 而我们的主题也跟这场生活有非常多的相关性 因为牙齿的清洁不是仅仅于对于口腔卫生的保健 就是还可以降低许多疾病的感染风险 以及低病的风险 日本研究也发现感染可被难听的病人 如果没有做好口腔清洁 那么重症的比例也会提高 我们的研究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要少吃甜食 如果吃了甜食要助好解牙工作 还有呢你要挑选择的自己的牙刷 刷毛软是最重要的 最后牙齿脉是蛀牙前的生肖 如果要预防蛀牙的话 可以先从减少牙齿脉